接下来播出 请你跟我这样过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请你跟我这样过 我们都是 超级爱健康 所谓民饮食为天嘛 对不对 那现代人很忙碌 经常会有外食的机会 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外食跟自己煮 超级电视台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健康啊 你现在饿了吗 我在节食中 在节食中啊 那你平常都是怎么样多 其实我尽量可以的话 我会自己煮 因为我发现现在消费也蛮贵 你到外面吃 如果吃一个中低价位 又不好吃 对 对不对 又花钱 一餐可能一家人出去 就一千多块 然后又不好吃 对 那还不如自己煮 那是适合人口多 我觉得自己煮划算 如果两个人 我建议在外面吃 比较便宜 很难煮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夫妻 一定是婚姻不幸福的 真的 这么严肃 大节目 一开始就甜口直断 但是我看人太准了 那不晓得大吃大吃 我们将来未来会怎么样的 我想一下 如果你们真的自己开火 马上就会有不好的事情 是 因为我们就需要请赵神就对了 好 好 享受美食是人生的乐事 但是面对桌上的一道道佳肴 你真的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吗 而饱满硕大就是好 现代鸡肉温体猪肉才好吃 小心喔 只顾着眼前味蕾的享受 很可能是拿着自己的健康作为赌注 每天吃下肚的这档事 你可别漠不关心喔 今天我们要请到化学教授吴嘉诚 佳克医师赖燕辉 医药记者洪书欣 以及阿娇 杨宇宁 曾亚兰 今晚让我们揭开这恐怖的美味陷阱 找出菜市场中 强害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喔 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来揭开这个假面具 好不好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是 包括肉类 海鲜类 蔬菜类 我们一个人来探讨一下 当然我们在座三位 应该都是妈妈 挑菜每个人有自己的逻辑跟原则 对不对 所以你平常怎么挑呢 来 余妮 通常呢 我都会礼拜一的早上去大卖场买菜 因为这是我久久来的经验发现 礼拜一早上大卖场的菜特别便宜 很容易买到五块钱一把的菜 礼拜一 菜市场不是有修饰吗 对 所以我去大卖场 大卖场 对 因为我们就是从礼拜一开始煮饭嘛 那礼拜六礼拜天可能人太多 我没有办法去逛 所以大概早上九点左右 那个菜很便宜 常常是五块钱一把 那都是新的还是 从礼拜六礼拜天没办法掉的 可是你菜很多 你在菜市场的菜 它也不一定是早上先摘回来的 基本上会是 是吗 但是你会发现那边的菜会常常有一个 撒水机在那里 你开始有心虚了 对 对 我要讲 我要讲 我在买五块钱一把的菜呢 通常都是 买我老公喜欢吃的 就会在那里 好 别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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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跟儿子 如果是儿子 特别中意吃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 我就说那礼拜一没有买到新鲜的 妈妈礼拜二再去菜市场挑 有最差别一点就对 对 难怪阿俊老师谈Cube 有时节目当中谈谈会在谈怕的 对 有点弱弱的感觉 弱弱的 OK 所以是挑这个时间点去挑 对 但新鲜与否你会看吗 如果从蔬菜来看的话 我不会挑那个叶子上完全没有蟲咬的耶 我反而会挑那个有一点蟲咬的洞洞 因为我觉得那个农药才用的不会多 你是用这个逻辑在谈 好 那阿俊咧 如果有时间去传统市场 我一定去传统市场 对 因为有时候像 但是因为现在我比较没负责买菜 都是我妈妈 那我妈妈她那种老经验呢 买了一辈子了 所以基本上她买的菜 通常真的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去买的 回来我妈常常就会念我说 为什么你去买的菜都会让我骗 就是我不管买鱼买肉买什么都会被 太贵吗 就是可能他卖我贵一点点 然后又是比较不好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一颗高丽菜 多少钱 我曾经在那很贵的百货公司买 一颗两百块 哇 就是那个日系的百货公司 好贵喔 一颗两百 结果我买回去 下个礼拜我妈妈去买 我妈买了一颗五十八块的 在哪里买 在传统市场 那你知道吗 我们家煮饭的那个佣人就跟我说 你知道啊 就说太太太太 阿嬷买的比你好吃的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 对 所以你知道吗 自备的价格耶 对 后来你就慢慢的 你就会觉得说 到底我应该在哪里买菜才是对的 后来我有一个原则了 哎呦 嗯 我的原则就是 跟着我妈妈就没吃 去菜市场买 一定要跟老板很熟很熟 对 要在手机的 你等下 讲下 来 赏性格地的菜饭 不是 我跟你讲 那我们家买菜呢 我都是会被规定 一定要买有机的 但是菜钱又没有那么多 因为有机的很贵 对 有机基本上都比一般的 大概贵了两倍 我跟你讲 有机的四十块一把 一小把 根本就炒不出一盘 就这么一小撮 炒完这么一小撮根本吃不饱 你变成要买三把 你才有办法吃一餐 那有的人就不要一次吃那么多嘛 那嘴巴那么多 也是那么多 都是你在吃耶 对 后来呢 我就为了节省预算 我就会去菜市场挑 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餐饭混得很熟 然后他就会送我葱送我什么 就是送我很多 连九层塔洋葱都不用钱 对 然后红萝卜也都是送我 其实他送到红萝卜就有点夸张送我 你们两个熟悉度 可能有一点几个 我不咬一咬 这我觉得很轻咬 因为那个老板真的很好 他都会跟我一直聊天 然后我都会 我都是固定 而且挑菜有一个伯母 除了可能有那个被虫咬以外 你不能咬太多 就是咬几口 心里比较安心对不对 但是那蔬菜要硬挺 要翠绿 就是你当你蔬菜 这样一把拿起来的时候 它如果是这样子垂垂的 垂头上去的 那种青菜就不要买 因为那个都是隔夜的 不好吃了 所以一定要拿那种硬挺挺的 然后很翠绿的 那一种炒起来才会有口感 有没有想到你这么会挑菜 对 但是那种 那种你也不要不买 那种 那种要不要买 就老师爱吃 所以等他去买 对啊 一把五块 五块的通常都很容易 垂头上去 三位看起来都是内行人 但是我们除了看 食材的真面目以外 我们要来揭开三位的真面目 好不好 怎么看到底会不会挑是不是 我们现在要来给大家一些考题啦 对 我们刚刚讲的嘛 分三大类 肉类 海鲜类 蔬菜类 对 我们先从肉类来 好 我们先来揭开看肉类喔 特别是鸡肉 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迷思 就觉得说 在市场买现宰的比较新鲜呢 哎呦 是不是现宰鸡比较新鲜 圈插海 插插圈 后面几乎圈 对 只有芽芽妈插 对 好啦 芽妮 你在前面三位特意独行 圈 比较新鲜 对啦 因为我平常如果买肉的话 冷冻的我会买 可是如果真的要煮一个鸡汤 去炖鸡汤给老公喝啊什么的 我还是会买那个市场现宰的 因为觉得现宰的比较营养 炖出来的鸡汤应该比较补 是儿子要喝吧 那你还留在我妈妈那个传统的年代 真的吗 因为像我不买现宰的鸡 是因为我很怕看那个就是 杀鸡 你知道吗 那个过程 杀鸡 你一去啊 像我跟我妈去逛 然后她就会逛在那个笼子里面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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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次挤来挤去 然后我妈妈就会在那几只 挑了一个看对眼就说 就是她 然后那个老板就会很无情地 从她们那个翅膀就抓出来 你知道吗 一抓出来就在你现场 就是胳脖子放血那一扇 很麻烦 我跟你讲 如果那个鸡肉再鲜 我都吃不下 因为后来我做节目的关系 我们真的有去采访一些 现宰的 电宰的 然后当天就是比较健康的 用一些比较好的方式 电宰的方式 其实呢 有一个观念 就是动物呢 在它要被宰之前呢 它必须是 它才不会分泌一种毒素 对 如果说它是太紧张被宰的话 它就会分泌一种 好像这个可能要请读物学者 道座专家帮你 对 就是它会分泌一种毒素 然后那个毒素 其实吃进来我们身体里面 对我们来讲是不健康的 是这样子的 可是冷冻的鸡 它是先冻死了 然后再把它杀掉吗 我也不是 那有什么 那有什么差 它都会被杀死了 它怎么叫冷冻鸡 冷冻完杀掉 它就退冰了 不是啦 那它的意思是杀掉之后 什么毒素不毒素 它不是都被杀 不是不是 它是被抓出来的 环境里面被杀的 所以冷冻鸡是 不是啦 它现在在告诉你 重点是说 以后你去传统市场买鸡 对不对 然后说这一只 请老板先帮他按摩一下 那个鸡 我们要是补给人家看 对 他都好开心 他突然就 对 对 好像还不是鸡 那两只也有工作 我自己个人我不太敢指定哪一只鸡 因为我觉得杀生不好 那我去菜市场买 我觉得也尽量避免 因为我听说 就是菜市场杀完的鸡 你可能摆在桌上 但因为它是会接触很多的细菌 所以它很容易滋生 对 很容易滋生细菌 所以吃了对身体不好 所以要买大卖场 比如说有CLS认证的那种 会比较好 比较卫生 那所以这个现在的这种温体 温体积 到底有没有比较好呢 实质上来讲 并没有比较好 因为屠宰的情况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在 不是控制的场所里面 去做屠宰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感染的这个问题 旁边还有其他的鸡 那你所用的屠宰的这个器具 屠宰的场所 屠宰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干净 这都是一个重大的 有污染的环境 最担心 我小时候我家也有养鸡 而且还是鸡场 然后通常我自己也会宰鸡 小的时候 也是放学的 那一种情况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的场所 自己宰 然后自己很习惯那场所 不愿意有其他的污染的情况 我是认为那个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以现在的场所大家都很忙嘛 大家买鸡已经都到市场上去嘛 我们还是比较希望说 你在一个很 安全干净的场所 屠宰完了之后的鸡啊 当然啦 所谓温体积 因为鸡的这个体温比我们人高 鸡的体温大概42度 甚至以上 你如果是鸡的体温还很温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就是说 因为你还体温还温的时候 然后刚宰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的这个 吃起来这个口感还是比较新鲜的 因为有时候没有经过冷冻等等 口感比较好 会比较好 会比较新鲜度 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 那个鸡肉的这个蛋白质的氨基酸 在你煮的过程当中要跑出来 那你的这个鸡汤啊 或者是你鸡肉里面 有那个氨基酸的这个味道 那个鲜味是会比较明显的 这是没有错 但是你如果不干净了 那即便你吃了很新鲜 觉得鲜味很大 很好很到位 但是其实那也是不好的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没关系啊 既然比较好吃就限杀 我讲一个事情给大家听 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其实一点都不喜欢温体肉 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只要想到那块温体肉 是杀了放了十个小时的尸体 我就不想吃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你想想看啊 他杀了以后 如果他没有良好的保存的设备 除非你是像吴教授 我是家里自己杀 可能我马上就要吃 否则他放在那里 他其实没有低温保存 那你知道我们的细菌是四度 超过四度以上 他就可以一直繁殖了 所以他本来人都会有共生菌 鸡也会猪也会 他们有共生的细菌 这些细菌在他死之后 还是继续再繁殖了 所以你想如果你去买 已经十个小时了 他也没有冷藏 他就放在那里 他很好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细菌量可以有多少 你知道我们这么 这几年来 我们都很害怕一个东西 是X5N1禽流感 对不对 那其实陆续有一些零星的个案 那其中最大的一次的感染是在 我要没记错是一个越南 那是一个家族 他们婚礼 大家就杀鸡宰鸭 结果就是那个杀鸡宰鸭的过程当中 就感染了禽流感 那一家就死了好几个人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在传统市场 妈妈会告诉我们 他们是会 当下买是两斤 两台斤 可是你买回来 只剩下1.5台斤 以前不但是用灌水的 而且在 它里面也许就融了 比如说硝酸盐跟亚硝酸盐的水 好